而民进党总统立委选举联合竞选总部 17号是成立了花莲玉礼和瑞税后援会 立委候选人张美惠强调 花莲要进步就要打破夫妻轮流执政的政权 也呼吁大家团结来改变新的花莲 民进党总统立委选举花莲联合竞选总部 17号在南区的玉礼和瑞税成立了后援会 地方支持群众担任后援会干部 接受立委候选人张美惠颁赠聘书 希望可以凝聚团结力量 在花莲南区开出好成绩 越到选战最后阶段张美惠的火力更加猛烈 她也提出了她三不会做的事 呼吁选民要选对人 那选战进入到最后的20几天 其实很多的乡亲问美惠 那你当选之后做什么 我当然要争取建设照顾乡亲 那你当选之后你不做什么 美惠不做的事情也要跟乡亲报告 就是我不会性骚别人 我不会用特权来造福自己 造福自己的家族 我也不会欺压百姓 欺压各产业 让花莲在恐惧的氛围当中 让人人都很害怕 这三步是我要告诉乡亲的 我不做这些事情 我要让花莲更好 我要让乡亲活在这里 生活在这里 居住在这里是安居乐业 而且让所有的长辈都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安养的一个处所 民进党花莲新党部主委严宪忠表示 即使民进党常年在花莲都只有三分之一的支持度 但是每场选举依然派出候选人不放弃在花莲的任何机会 戒律会与正报道